要说这蒲伟啊,还算是个爱心觉罗的子孙 散尽家财,就为了是复辟大清国 最后啊,一狠心,把这座宅子呀,也抵押给了教会 走进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公王府府邸的最后一排房子,那是个圈房 这排房子有一百间 据说这一百间房子,了不得了 这是和珅的藏宝楼 话说这有个秘密啊 据说只有和珅和的人一个人知道 什么秘密 就是啊,要想知道这间房子里啊,装的是什么宝贝 您就啊,看看它的后窗帘 这后照圈啊,要是圆的呀 那这屋子里藏的呀,就是珠宝 要是铜钱型呢,那就是钱库 书本形状啊,那就是古迹善本 或者是名人字画啊 当然这一圈的楼房啊 它不一定是和珅那个时期建的 即便和的人那会儿建了这片后照楼 这窗户它也不一定是这样 通过查阅文献呢,我个人认为 最起码啊,在庆王时期 这圈后照楼就已经存在了 虽然没有直接的文献记载 但是啊,内务府有一份存档是这样记载的 这庆君王永林轰事以后 他的儿子勉敏降级习了他的爵 降级习爵以后啊,这勉敏的爵位啊 是贝勒,所以说这贝勒呀,就得把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东西交还给内务府 他交出了四座毗卢冒门罩 想来啊,应该是中路的银安殿和东路的公主府 各两座 还有啊,就是交出了太平纲五十四口 有太平纲的数字啊,就好办了 咱们就能算出庆王府当年有多少房了 通常啊,这太平纲是二百米左右百一口 所以这样算来,有此可证呢,连贯三路的后照楼在和尘时期就已经建成了 穿过后照楼,您就来到了这公王府的花园 这座花园子科实不小 它呀,有四个,紫禁城内的御花园那么大 近公王府花园啊,有两个门 一个门呢,是正门,是一座西洋门 据说现在北京啊,只有这么一个西洋门了 原来呀,倒是有俩,这儿有遗忘,原来有一个在哪儿啊 在圆明园,只是可惜呀 鸦片战争的时候,被英法联军一把活给烧了 您看这座西洋门了吗 巴罗克式的建筑风格,它还有中国元素的存在 正门上啊,有一块扁 这背面刻着秀意横春 正面是什么呀,静寒太古 这静寒太古四个字啊,它有点意思 意思就是说呀,您进了这个门,就是太古圣境 也就是说呀,这到了园子里啊,您呢,就成仙了 在这个门的西边啊,它还有一座门 您一看呢,这个门它并不像一个普通的院落的门 它呀,倒像是一座官城 哎,没错啊,这个门啊,它就叫做渝关 这底下呀,不但有官城门 上边啊,还有二十几米的城墙 有一种说法啊,是宫亲王当年不忘初心 时刻的让子孙记住 大清啊,是龙兴关外 这关呢,指的就是山海关 山海关的古名啊,就叫做渝关 所以宫亲王啊,就在自己家的府邸 和花园的中间,修了这么一道渝关门 提醒自己和自己的后世子孙呢 不忘大清龙兴关外 之后定顶中原的不义 宫王府的后花园子里啊,有不少的小庙 在这渝关的一侧呀,就有一座龙王庙 这供着龙王爷呀,他好理解 这王府啊,前前后后有很多的水景 不但如此呢,在后花园里啊,还有两口池塘 我去的不巧啊,其中那口有名的福池正在清淤 从高处看的这口池塘,像个蝙蝠的形状 它暗含了一个福字 我想啊,当年这王爷在假山上摆上 骑车喝着香茶,看着这福字池塘啊 那应该是别有一番韵味 所以说呀,这水多了呀,必然得修个龙王小庙 供上龙王爷来保佑这王爷府的水路 穿过渝关,您一扭头望东一看呢 您就能看见一座奇怪的建筑 这个建筑啊,您也说不清楚啊 它是一座阁呀,还是一座亭 其实啊,这个叫庙香亭 它是一座两层的亭子 下半截啊,这亭子的顶啊,是方顶 上半截呢,是圆顶 暗和呀,天圆地方的意思 不知道啊,您看这亭子眼熟不眼熟 那著名的江文拍摄的那个电影 叫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在这儿取的景 为了游人的安全啊,如今这庙香亭 已然是封闭不让进了 一层呢,也从原来的小埋布 恢复成了过去佛堂的样式 您看这御佛堂里悬挂的心经二字了吗 这呀,可是公亲王仪心 亲笔手书的 上了庙香亭后的假山 在渝关的东墙顶头上啊 有这么一座小庙 哎,这个小庙可是有点意思 这介绍牌上啊,是这么写的 说这座小庙啊,是山神庙 可是呢,这里边供奉的可不是山神爷 他供着什么呀 他供奉着胡黄白肠四位大仙 这黄大仙啊,好理解 就是黄老狼啊 白大仙呢,是刺猬 这长大仙呢,是蛇 也可以说呀,是芒 这北京地区啊,管蛇呀,叫长虫 所以呀,在这儿他叫长大仙 您瞧这仙家楼啊 他共分两层 黄白长 供在上边的看门里 哎,唯独这胡仙爷呀 供在最底下这个大的仙家楼里 而且呀,还不敢直提名讳 上边就单写着大仙爷 可见呀,当年这公王府里的人呢 对着胡黄白柳四位大仙呢 有多么的尊重 持续关注我的好朋友啊 可能还记得 咱们前一阵子呀 做过紫禁城后花园里边的一座小庙 叫四仙祠 这四仙祠啊,常年大门紧闭 哎,即便他开着门呢 里边所有的神龄神像也已经没有了 所以呢,很多人就估计 有人说呀,是供的风雨雷电天象之神 也有人说不对呀 这里边供的呀 是东西南北 玄武朱雀青龙白虎四方之神 可是当时我就估计呀 这里边应该是 按照这满族萨满教的传统习惯 供的是这精灵之神 当时手头缺乏这文献资料 我就估计呀 应该是供的是 黄白柳灰这四种精灵 也就是刺猬,黄鼠狼,蛇和老鼠 这视频发出去之后啊 就有关外的好朋友给我指证了 那位好朋友说呀 是关外萨满世家 告诉我呀 这灰,也就是老鼠啊 是外务门 这四大家呀 供的应该是 狐狸,刺猬,黄鼠狼和大蟒蛇 今天来到公王府啊 咱们在这个小山山调里一看呢 才证明了 关外那位好朋友给我指证的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在北京 您要关注这个萨满文化呀 来公王府 那是罗定没错了 不但啊 这有一座四神小庙 在这公王府的前边佛堂当中啊 还有关于萨满祭祀仪式的详细介绍 以及图片和萨满祭祀的服饰 从这个萨满教的四神小庙啊 和兴建渔官来看啊 这公王爷还真是一个不忘初心的满洲贵州 这话说至此啊 这座公王府啊 咱们也留的差不多了 那这最后呢 咱们就屡屡在这公王府里住过的历任主人 乾隆四十一年 和珅发迹起来之后啊 就开始大规模的兴建这座府邸 乾隆四十五年 乾隆皇帝颁布旨意 说呀 要把这十公主下嫁和珅的儿子封身殷德 于是啊 和珅府又按照公主府的标准大规模的重建 到了乾隆五十四年啊 这和孝公主正式的嫁入和家 这里啊 当然就不能叫做和府了 这里是和孝公主府 到了嘉庆四年 这和珅和的人坏了事 一根白绫子吊死在了天牢里 嘉庆皇帝啊 就把这座府邸赐给了他的弟弟 庆郡王永林 这个时候啊 这座府邸啊 就变成了庆郡王府 为什么在众多的王爷当中 嘉庆皇帝偏偏把这座府邸赐给了他这个兄弟 庆郡王永林呢 因为这十七二个永林呢 他首先说呀 是这嘉庆皇帝同父同母的弟弟 再者呢 就是这永林呢 他虽然也是皇子 但是对这皇位啊 是一点兴趣也没有 早在乾隆年间啊 嘉庆皇帝还是皇子的时候 一群二个呀 在一块吃酒的时候 这永林呢 就说了 各位哥哥弟弟呀 不管以后谁做了皇帝 我呀 都不会跟他争 皇帝呢 你们无论谁来做 我都愿意做个保驾的王爷 只不过呀 咱们把话先放在这儿 我呀 是什么也不喜欢 我就喜欢呀 这后海边上 和珅和的人那座府邸 这哥哥们 谁要是当了皇帝呀 还请求您呀 想个办法 把那座宅子呀 给我要过来 不用说啊 这事要是真的呀 那也是一句玩笑话 哎 谁想啊 这在嘉庆四年的时候 这嘉庆皇帝 真的就把和珅给处死了 这座宅子呢 也没失言 直接就赐给了永林 可是呢 这和珅虽然蔫气了 嘉庆皇帝呀 并没牵连他的妹妹和妹夫 和孝公主 一直活到了道光三年 死的时候啊 四十九岁 和孝公主过世以后 东边这半个府邸啊 才归入了庆王府当中 怎奈这庆王爷呀 他不是铁帽子王 只能是一代一代的地检席爵 到了道光二十九年的时候啊 这座府邸就传到了一筐的手里 这一筐啊 当时已经是府国将军了 作为这府国将军啊 您可是没有资格住在这样的府邸里 于是这内务府啊 寻祖制奉圣命 决定啊 脚府 您这府国将军一筐啊 您携家带口的挪挪 把这王府啊给倒出来 您再住这啊 就跟和珅一个罪了 于智 哎 您记住了这个名字啊 爱心觉罗一筐 这个人呢 以后咱们还得大奖特奖 他跟和珅不一样 他可是个真真正正的 大号的贪污犯 后来这一筐呢 咬着牙 搬出了自己的这座王爷府 凭自己的真本事啊 在若干年以后 人家又把这日子过回来了 成了这大清国最后一位 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 其实这铁帽子王啊 也没管什么用 什么世袭罔替不罔替的呀 他还没死呢 这大清国就亡了 这些也都是后话 咱们以后再说 一筐啊 腾出了这座府邸 在咸丰元年的时候 咸丰皇帝就把这座府邸 给了自己的弟弟 宜新 就是公亲王 鬼子六 要说宜新这一辈子呀 虽然官智极品 爵位上封到过义正王 可是啊 他也受到了哥哥 嫂子 侄子 一系列的打压 最后的晚年 也是郁郁而终 并且呀 自己的很多亲人 都过早的离开了自己 宜新死后啊 竟然没有儿子 能够承袭自己的爵位 只能啊 让自己的长孙 普伟 袭了自己的 公亲王弦 要说这普伟啊 还算是个 爱心觉罗的子孙 散尽家财 就为了是 复辟大清国 最后啊 一狠心 把这座宅子呀 也抵押给了教会 这些啊 就大概是 公王府的历史严格 您要有什么补充的呢 就在刘元区啊 贴出来 告诉我一声 也好啊 让我多多的 长点学问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刘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 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今儿天不早了 咱们就到这 自要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